柳妍没能在乘风2024大放异彩 挺踢她惋惜的 尤其是看完第五次公演前 她在对内的发言之后 明明是一个能力中上 情商超群的姐姐 不知道为什么 在真人秀部分被边缘化了 没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可惜柳妍从一宫开始就跟陈浩宇合作过 三宫被拆散后 她先后在和杰和萨鼎鼎的队伍里待过 但都没什么存在感 武功 各位队长选人的时候 柳妍也不是他们的首选 陈浩宇抽中八人堂 她最初想补尽的两个姐姐是陈立军和张雨昕 但看到陈立军被哄抢 她果断选择放弃 问柳妍跟不跟她走 柳妍的第一反应是 你没叫动啊 陈浩宇告诉她 不想让陈立军为难 柳妍明明自己也还没有组上队 却鼓励陈浩宇 你再去劝劝 直到确认陈浩宇心意已决 才答应加入 虽然她加入的过程 看起来好像积极性不高 但入队之后 她却几乎成了陈浩宇最好的帮手 很多陈浩宇不方便说的话 都是柳妍当的嘴涕 武功每个团有两个舞台 其中包括一个双人Vocal舞台 和一个五到七人的唱跳舞台 陈浩宇的想法是 先安排唱跳舞台的人选 她首先安排了自己 柳妍 郑秀文 万妮达 谢金燕和张雨昕加入舞蹈团 剩下两个还没有安排的 是袁亚维和孙夏琳 因为这个团多了一个人 所以 必然有一位姐姐 只能参与一个舞台 虽然在选歌之前 陈浩宇就已经决定了 万妮达会上Vocal舞台 但毕竟没有正式宣布 当她问谁想去唱Vocal的时候 柳妍第一时间说 妮达 你去唱呗 袁亚维也帮枪说 妮达两个都要 他们俩一个老成员 一个新成员都这样讲 让万妮达出站两个舞台 看起来是符合民意的 而不仅仅是队长的决定 那么 谁来跟万妮达合唱 陈浩宇肯定是想让袁亚维上的 所以 她又先问了袁亚维的意见 袁亚维说 我已经唱过了 言外之意并不是不想唱 而是觉得自己在唱有点不合适 柳妍的反应非常快 她马上说 你是想让机会 袁亚维认同了她的书法 孙夏琳原本就想唱 听袁亚维这样说 立刻请站 说 那我唱吧 陈浩宇先是肯定了 孙夏琳可以唱 但又表示 舞蹈如果没有你的话 肯定会减分 意思就是 孙夏琳的跳笔唱更重要 孙夏琳听懂了 表态自己可以服从团队利益 柳妍索性一锤定音 对袁亚维说 这个就得你们俩最强的唱将曲 袁亚维还想推让一下 说 陈浩宇也可以唱 柳妍告诉她 陈浩宇还有队长秀 队长秀也是拿成风值的 所以 就麻烦你去唱了 这个麻烦你去唱真的很精髓 瞬间就让袁亚维出战 变成了为团队而战 而不是自己去秀 袁亚维的心理负担也就没了 在袁亚维同一曲Vocal后 柳妍还说了一句 我觉得你们俩能赢 正分 给我们正成风值 这话其实是说给其他姐姐听的 言外之意是 只有袁亚维和万尼达去才有赢的机会 而且 他们赢了 大家都是获利的 柳妍说的这些话 无疑都是陈浩宇想说的 但她作为一个队长 如果这些话都由她来说 可能会让人觉得她偏心 柳妍是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的 她说这些话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小考 陈浩宇团再次拿到第一 并且获得了一个额外的直播秀名额 这可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搜偶秀 但凡有一点实力的姐姐都想争夺这块蛋糕 个人觉得 陈浩宇估计内心是想让万尼达上的 但小考是全员努力的功劳 不可能直接指派 于是 陈浩宇让想唱的姐姐都先报名 结果 包括万尼达在内 有四个姐姐都报了名 每个姐姐都有自己想要上场的理由 尤其是谢金燕 话说得非常直白 我们这三个只有一个舞台的 其实我们也蛮想有个机会的 不过 她话也没说死 立刻又冲已经有两个舞台的万尼达找补了一句 但我也是真的很想听你唱周 气氛一时有点尴尬 了言突然说 我还想唱呢 说完 大家都笑了 她立刻说 对 你看你们笑了 就是因为我不是vocal 所以我更没有机会 在整季的舞台 我都不可能会有二次表演的机会 接着 她又说 如果她只是展现我梦想的话 我可愿意报名了 但是因为这由舞台成峰值之争 张雨昕也听懂了 给她敲鞭鼓 毕竟不是表演赛 柳言说这段话是为了化解谢金燕带给陈浩宇的难题 如果按照谢金燕的思路 那么初战直播的人必须在只有一个舞台的姐姐中选 但陈浩宇显然不是这样想的 柳言把自己推到台前 表达了两层意思 首先 谁都想要多一次表演的机会 但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 都是姐姐 你们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我也可以有多一个舞台的想法 我一说你们就笑了 不就是默认不是vocal的人不能有二次表演的机会吗 可是既然都是梦想 这又不是专业人士的赛场 凭什么就把我排除在外呢 其次既然我也有多一个舞台的渴望 为什么我不报名 因为我明白 我去了也赢不了 挣不了分 不能为团队做贡献 所以要把机会让给更有胜算的人 她这番话说完 虽然并没有直接表态说让万尼打上 但一来 陈浩宇在用投票决定人选的时候 不必把万尼打排除在外 二来 参与投票的姐姐也会掂量 谁上台更有迎面 所以 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 万尼打拿到了这个机会 看这两段的时候就觉得 了言不愧是主持人出身 实在情商太高 太会说话了 空场能力也是一流 这番话说下来 即使姐姐们心里有那么一丝丝不乐意 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可惜 柳言不是节目组要捧的人 镜头还不如朱丹多 不然 以她的情商 肯定会很吸粉吧 反正我是被姐姐圈粉了 一开始陈浩宇没有过去 但是她还是想要问一下 最终还是走过去了 她说陈丽君这样太辛苦了 她上来首先问的是 你很为难对不对 你有点为难是不是 那我不为难你了 我觉得三个人为难你太难了 这时候陈浩宇都要哭出来了 然后看向柳言 叫柳言加入自己的队 柳言反问她 你没有叫动陈丽君吗 陈浩宇说 我不想为难她了 三个人都要叫 何必呢 这时候陈浩宇真的是伤心了 而且感觉有点生气闹脾气 但是她这也是在成全陈丽君 毕竟她不喜欢说服人 希望姐姐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这时候七微和和杰还在劝陈丽君 七微说给她时间思考 这时候也走了 只有和杰还在那里劝说 说最后公演了 两人也没有合作过 希望能有一次合作 和杰也是诚意满满 最终陈丽君选择了和杰 七微也碎了 但七微说她这个选择是对的 还是要选择没有合作过的人 陈丽君说 这三个人里面都有我在意的 自己也说 因为也想和没有合作过的人合作 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可能 但是和杰抱她的时候 她并没有抱对方 所以可能心里也很纠结吧 陈丽君也是碎了 但是她还是很理智的 毕竟要多尝试 因为其他的人都已经合作过几次 而和杰的对的人除了刘欣 都是没有合作过的 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到了选舞蹈环节 和杰和七微互相打脸 七微的新队员基本都是原来和杰组的 而和杰组的队员也有七微原来的队员 和杰选择舞蹈的和自己的队员都是相反的 同样 七微选择的也都是和自己队员相反的 主持都开玩笑说不行就两人换队了 所以这两人都选了和自己没有默契的队员 这时候陈浩宇和齐思君作为观众在旁边看的不亦乐乎 目前武功组队和歌曲都已经选择完 明天也将播出小考 且期待姐姐们武功的精彩演出吧